这个台风在过去这一段时间 走到这个所谓高空死流场的一个低压区 也就是我们看到 这个高压和这个高压中间 有一个所谓的低压区 在这个低压区 通常台风会圆到这个线 进到这个低压区 然后到日本去 但是有一个问题 我们过去所有的台风记录下来 有很多台风是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会稍微停一下 或者稍微转一下向 就让这个台风转向不成 过去的记录像海棠像那里 这些台风都是经过这里的时候 到了这个地方了 但是它没有往上走 反而下来还有过去的波米拉台风 也是这样的情况 走到这里的时候 因为这个高压往这边走 这个高压整个压过来 变成高压在这个地区 那台风就开始往西走 这种情形有没有 在九月份的台风是很难讲的 我们不能说完全没有 不过目前看起来 它是在很顺利的 要进到这一个所谓安心厂里头 进到日本去 这是我们现在所有的电脑做出来的模式 都是走这个方向 会不会有变化 会不会有更大的变化 我们在今天晚上大概就知道了 一旦这个高压走过来 台风就是转向不成再往西走 那对我们来讲 带来的雨水就非常非常恐怖 不过目前看起来 它是在往北走的 我们看一看 我们的报告 看起来 它是离我们稍微远一点 从这个方向转过去 然后就这样子转上去了 这是顺利的往高压这边 往低压这边转出去 转到日本 假设说不顺利的话 它会在这个地方停留一段时间 目前我们看起来 这个台风走的速度是越来越慢 现在是每小时13公里的速度往这边走 速度渐渐会慢下来的时候 这个台风会增强 会比现在更强 它的半径会比现在更大一点 无论如何 这个台风离我们寒不是很远 稍微有一点点偏动 稍微有一点点动态 它都会影响到我们北部的陆地 那有一个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它的雨假设持续地下得很大的雨 持续今天晚上的大雨不停的话 那表示这个台风对我们的影响就在加强之中 假设说这个大雨下一阵停停 下一阵停停 表示这个台风在这个地方等到转向 它的机会就多一点 我们从尝试中间去判断 就知道台风会不会转向 今天晚上就很了解了 目前看起来台风离我们的距离 就是到了明天的11点 离我们的距离是大概在300公里左右 所以我们半径是够不到台湾的 路上警报没有发布 海上警报发布之中 这个台风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吹的大概都是这个风 这种风的话 它在北部就容易形成下雨的区域 所以我们大部分雨就下在北部 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下雨的状况 整个雨区大概就在北部这一块地区 包括金山万里以及石门水库的上游 大部分的雨都下在这边 倒是宜兰的雨并不多 因为这个台风它吹的是北风 所以在这个地区的雨就比较大 我们从卫星云土上也可以看到 这个风是这样转过来的 这样转过来的 所以雨都下在北部地区 一旦这个台风假如说转向比较偏 稍微难一点的话 它假如再过来一点 那我们这边的雨就跟到下的 会非常非常的大 晚上的雨假如持续下大的话 那我们就要准备这个台风 就是离我们更近一点 目前看起来 它会在稍微偏北的地区就转向了 既然是这样转向的话 那当然日本就受到影响 未来几天到日本去的话 就要特别注意一下 以上气象谢谢您收看 我们把现场交换给祖宫 好了 感谢观看